梅花台风带来风沛的雨量 但是也导致山区土石松动 在昨天上午台铁平溪线 发生两次编波土石崩落 阻碍列车的事故 趁着天气放晴 台铁赶紧出动清除 并且使用空拍机来检查山坡上的状况 还加设人员注点在站间 用人力的方式监测 那么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 解除了封锁 恢复通车 空拍机缓缓升空 飞到山头要检查山坡上植被的状况 空拍机的一个判毒 来看看上边坡是不是有浅室的 不稳定的状况 这里是台铁平溪线临角路段 因为宜兰地震加上连日豪雨 有土石掉过铁轨导致事故 趁着好天气台铁派员出动清除 一直那个列号一个扩大扩大 所以说有立体上的危险 台铁13日的两次事故 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还是让乘客饱受惊吓 以防万一台铁预警性封锁十分 精通路线 确定落实状况排除后 14日下午1点顺利恢复通车 虽然清掉了落实 但就担心峭壁又再崩塌 台铁派员住点 用人力监测目前致灾的路段 至于原本规划设置的 编波滑落告警系统 最快要年底才能完工 记者蔡志恒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